花莲县满亭芳公益协会 连续13年在岁末年中 举办了物资发放的活动 今年募集到100多万 采购了2000份的民生物资 17号上午是在花莲市的近丰园区 发放给北花莲地区的 中低收入户家庭 市长魏嘉贤特别前往 颁发了感谢状 感谢满亭芳公益协会 多年来关怀弱势的散举 一箱一箱的米油盐 由国军四东腰连队官兵弟兄 帮忙分装成一代一代的 这是花莲县满亭芳公益协会 每到岁末年中 所举办的物资发放活动 我们今年满亭芳公益协会 发放的物资跟去年一样 我们透过旅监市 也同意提拨100万的经费 要来买一些生活物资 给低收入的家庭 在此特别感谢满亭芳 所有的赞助会员 以及我们的顾问 感谢那么多人的支持 还有谢谢空军连队的阿兵哥 每年在这个地方 我们发放物资的时候 他们都会来协助帮忙 辛苦他们 感谢大家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市长魏嘉贤特别赶到现场 颁发感谢状 感谢满亭芳公益协会 多年来持续关怀花莲市的 弱势家庭 每一年这个时候 都是我们最感动的时刻 我们非常谢谢协会 长期以来 对于我们花莲县 不只是只有花莲市集安乡新城 整个花莲县 只要有需要的地方 他们就会伸出援手 那再次要特别感谢 其实造桥铺路 还有很多的捐助的部分 都是大功德 那我们真的谢谢这群 有爱心的朋友们出钱出力 那更感谢我们还有国际弟兄 来帮我们 来帮送物资 你看看每一年 他都要准备物资 要募集的经费 募集的金额 其实是难大 多亏了李市长 从干事跟所有人有监视 一起努力 才能够把这样子的目标达到 满堤方公益协会 今年度同样募集了 一百多万元的善款 采购两千份生活物品 奔送给新权 秀林 花莲市 吉安乡等区的 中低收入户家庭 市长吴嘉贤 除了感谢社团的爱心善举 也提醒民众 天气寒冷 要注意保暖 更要戴好口罩 避免感染串染疾病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